遗昌依水而建 因水而兴 遗昌室内江河纵横 每一条河流都与文明 富饶 生态紧密相连 长江一路奔腾捕育滋养了遗昌 而遗昌则通过构建人水和谐的格局 让水生态文化特色不断彰显 今天起我们就一起寻着长江的脚步 去探寻遗昌美丽河湖的故事 我身后就是远安县的陆苑河 这里也是宜昌美丽河湖打塔地 陆苑河又叫陆溪河 属举河一级之流 全长20千米 流域面积87.5平方公里 因河下游建有陆苑寺 古时曾养有大量家路 而得名 哇 你看这里好多鱼 而且水清澈见底 水底的情况一览无余 然而 昔日陆苑河却污染严重 环境恶劣 陆苑河的叠变 正是宜昌山水临田胡草 系统整治的结果 2018年 宜昌实施陆苑河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 陆苑河水治大幅提升 我们通过封禁治理 河道诊治 殖旅补虑等措施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4.2平方公里 先后关闭了牛运内煤矿7家 改建卫生厕所174座 2020年完成了陆苑河管理范围线的划定 着力实现全员护水 沿陆苑河走 处处可见自然生态修复的成果 治理后的陆苑河美景一人 但是怎么实现长治九卿又摆在了面前 每个村我们有一名河长和一名光河园 河长我们是每一周一查 河道光河园我们是每天一床 就是为了更好的全流域的 包括和我们的家乡河 河水清冷 河岸绿冷 陆苑河沿河经济也迎来了新的契机 在陆苑河边 生态乐水园 野外涉及基地 茶园小火车等十多个清水旅游项目 陆续布局 现在陆苑河也成了远近文明的度假圣地 和远安城的后花园 沿陆苑河向西 是坐落在丹霞地貌中的陆苑村 陆苑河穿村而过 造福着两岸村民 住院村依托水环境的改善 建成5000亩生态有机黄茶园 生态农业 乡村旅游 休闲娱乐等产业蓬勃兴起 成为乡村网红打卡地 一条涓涓而下的河流 孕育了玉带七区的绝妙景观 和亲人心脾的独特黄茶 也带给了大家美好的生活 请你为他点个赞